快乐大帅 拼不多 帮哥红包人人里 十亿现金墙固定 拼不多提醒您本期看点 新年交际之时 年福使者更替 这数年的代表 周舒克 鸟毛凯 于小虎 熬义突夷 何欧炳 吴小青 龙马家 欣羊羊 豪哥 尖叫家 叫天犬同容 朱渡霞 传说营星地利 方能召唤年福 这怎么还多了一个人呢 要不是老鼠耍手段 肯定有我猫的一席之地 明年可是我的年 你想清楚了说话呀 夸来大北营褐岁巨星 十二生肖之迎新公月 甜字绝 亲友团聚嘴甜要紧 把你的手给我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上来就对一个女孩 说你愿意做个 我会娶你的 好浪漫 那我可以亲你吗 亲你吗 大过年的不好吗 嗨自觉 热歌来袭 流行唱法要掌握 时尚的三种唱法 人生只来着 张欣克 掌声欢迎周深 对不起 是不是想要多包含 好 我 回 小 朋友 我为什么有跳的 你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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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 我跟下牌 锤的不是保护你自己 祝贺红队 不久之分 今晚 十二生孝之 迎新攻略 等你分月 快乐大本营 下节更精彩 Vivo快乐大本营 现在继续 这就是十二个生命 这就是十二个生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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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要不是老鼠耍手段 凭我的实力 十二生肖里肯定有我猫的一席之地 什么叫老鼠耍手段 当年要举行一个比赛 前12名就可以入住十二生肖 当时我跟老鼠还是好朋友 当时我跟老鼠还是好朋友 我们约着一起去参加比赛 后来老鼠没有叫我起床 他自己去了 从此我们就成了不够带偏的敌人 那你去占老鼠的位置 你去占老鼠的位置 你占我的位置算怎么回事啊 老鼠的位置太偏了 对对对 姐 明年可是我的年 你想清楚了说话呀 还没到明年就把你抓了 那么我再跟那个这位猫姐 叫什么猫 叫猫传里面高贵的玉猫 那玉猫我给你讲一下 其实那十二生肖 是战国时候才定的 而我们知道猫这个品种 是从汉代才传到中国 所以你确实不是因为 老鼠没叫你起床 你是本人迟到了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拒绝承认 好 还有 尽量到这样吧 就带你玩吧 跟你们这一堆人站到一起 你有一只剑 如果我有一只剑 射谁啊 有一个人已经用木头 把自己头射了 今天小童特别难过 你说你为什么难过 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女人化 只有我还是个动物 为什么你的头里面 长了一个木桩 不是长的木桩 是被武松打的 被武松打的 他扮演的是 被武松打的那只虎 所以大家都是可以打人的 只有我是被打的吗 如果一定要射一把剑出去 那这是尖叫机 好了 马上要过年了 在这里我们十二生肖 加上玉猫 祝大家新年好 今年是由我们这个猪杜霞 把我们的年服呢 要交给周叔克 是不对 方福星 不好了 怎么了 莫名其妙的 我们的年服出现了三个 什么意思 真假年服总机制 现场共有三个年服 其中只有一个是真的 十二生肖续分成两队 经过三轮考验 每轮获胜的队伍 将拥有一次抽取年服的机会 最终抽到真正年服的队伍获胜 接下来我们就会分成两队来比拼 一队是朱氏顺利队 我们的队长是 是我 我是朱杜霞 另外一队 菲尼莫鼠队 队长是周叔克 好的 好的 你又不是第一次当队长 对吧 本期的快乐图书室 我们将以获胜队伍的名义 向甘肃省定西市 隆西县和平乡 墨家山小学 来捐赠一间快乐图书室 这个学校呢适合小学生 阅读的读书比较少 我们将为孩子们 提供一批适龄的图书 还有阅读的桌椅和书柜 等等设施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到 第一个游戏 名字叫做 所有生肖猜他 台词猜猜猜 游戏规则 现场播放经典影视剧片段 其中某剧台词被消音 两队轮流举牌 抢答该剧台词是什么 先答对的队伍 几一分 第一部剧呢 是你的2D主演的 花千古 不是 今年的 知否知否知否 对 好 下面呢我们就要出这个 知否知否应是 绿肥红瘦当中的片段了 朱氏顺利队派出的是 好 来 准备 请看题 你每次预选求救 总能碰出 孤儿树就是我的保命真人 若老天有眼 一定会给我机会 再报答你 怎么报答 以命相仇 这世上能让我 以命相仇的人 没有几个 要以命来的相比 这么远的事 我怎么会知道 你不知道 我可知道 你知道什么 请问冯绍峰说了什么 好 来 好 第一个举手 所以他说什么 你三年后就会结婚 哈哈哈哈 来 这边来 立马结婚 立马结婚 不对不对 对 好 来 你未来的相公就是我 未来的相公就是我 不对 好 下面 这边下来 我知道我知道 朱朱威 来 你看我行吗 哼 哈哈哈 我跟你讲 完全是这个台词的意境 对不对 是不是 立颖说呢 你知道什么呀 我知道了 你看我行吗 对吧 对对对 对对 边都没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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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对 好 来这边 来 星星来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你知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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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一个哲学命题 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什么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就不对 好 这边来 竹尔来 冯少峰说 娘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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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成了 你欠信邵峰和丽颖这么演 凤凰传奇我也没意见吗 不对 好 这样 我们听听看楠楠说 楠楠 楠楠不知道 楠楠太难了 我会娶你的 我会娶你的 好 不对 这样 我给双方一个提示 一个提示 冯少峰说的台词 和身体的部位有关系 好 来 来 真一来 我能看懂你的心 你这是我的心 心 好浪漫 不对 我这样 把你的心 我的心 传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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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传一传 你是说冯少峰是小虎队的歌迷对吗 不对 来 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 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 像未来就在你眼睛当中是吧 相当浪漫 不对 来 虚改 把你的手给我 把你的手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从眼睛到心现在到手了 我告诉大家 这个答案是错的 但这个趋势是对的 好 来 楠楠 把你的脚给我 对了 一半 真假的 你的脚这三个字对了 好 以后你的脚我来管 一男一女在谈情话 男的对你的说 以后你的脚我来管 回答不对 好 来 楠楠来 你把你的脚给我 你刚说了一遍了 说了一遍了 来 楠楠 把你的脚给我 我太难了 你真的很爱把脚给别人 不对 好 我再给一个提示 跟疼有关系 我知道你的脚疼 几乎全对 就是不是疼那么简单 你的脚出生什么事 请你猜一下行吗 我 我知道你的脚 我的脚是你的脚 我的脚是你的脚 什么你的脚是我的脚 我知道你的脚扭伤了 扭伤了用两个字怎么形容 我知道你的脚崴了 谁说的 我知道你的脚崴了 我知道你的脚崴了 正确 我知道你的脚崴了 正确 对 背你莫属对基本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你看我现在的上去 这么远的事 我怎么会知道 你不知道 我可知道 你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你脚崴了 所有人都往浪漫的方面想 避重就轻 对 杜绍峰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他说立影的脚崴了 好 接下来 诸诗顺利队派出的是 好 双方队员已经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这部剧相当热 来 我们看一下这部剧是什么 亲爱的 热爱的 各位请看 喜欢我 不是 不是 喜欢我什么 不知道怎么回答 好啊 那我换个问题吧 请问 李线说了什么 好 何老师 不喜欢我什么 不 不对 来 这边 你喜欢我吗 我不知道 不对 不对 这边 又是何老师来 你终于我面 终于你了 你们这是一个配音大赛的 我来的 不是 咋的 上一句是什么来着 那我就换个说法了 那你讨厌我吗 那你讨厌我吗 肯定不对 你别惹尖叫家 人家都好好的 你在这边 这边 谁 你觉得我喜欢你吗 你觉得我喜欢你吗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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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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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就对一个女孩说 你愿意做个感觉非常 不是这个意思 你愿意让我亲你吗 你愿意让我亲你吗 好 你愿意让我 我给一个方向 是我开头的 不是你 我 那我可以亲你吗 那我可以亲你吗 不是 不是对你 我可以亲你吗 不是这样 亲姐 我一定要见了面子 大过年的不好吧 大家别着急 不要上来就动嘴 好不好 还有很多话想说 我不动嘴 绝对不动嘴 好的 好的 我喜欢你喜欢我吗 你每次说的这个感觉 都是非常准确的 但是一些排列组合 还是不那个意思 我 我可以喜欢你吗 不行 你们两个都是一个意思 但是你们说的不对 咋不对了 换一个说法 就是我不能喜欢你 不对 他这个意思还是 我有一点就是没有 我 我爱你怕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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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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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了 又不对 又不对 刚刚晓彤和这个方向 和那个 所以这个方向 其实是对的 那他是哪个哪一句 我喜欢 你喜欢我吗 是不是我喜欢的 这个里面有我有喜欢 有我有喜欢 对吗 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共八个字 就是他是那种 就是像那个 现在那个角色都是那种 咋的啊 霸道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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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道总裁的那种 就是简单的一句 它是一个反问 我知道了 好 喜分离 喜分离 马虽安都一 真是八个字正好 回去跟你现在说 让他改一下好吗 好 好 我们 我们 好像太难 不分手 我来 亲爱的别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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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我跟大家分析 李线对杨子说 你喜欢我什么 对吧 你喜欢我什么 然后他说那我换个说法 对 我换 我管你喜欢我什么 我管你喜欢我什么 涛涛你回头看 鱼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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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看完了你知道 没看到 没看到 你们咋回事 还怪我们 是那时候 你慢慢帮我们分析一下 前面一句是 开始你现在不是说 喜欢我 不是 不是 你喜欢我什么 那个不知道怎么回答 好 那我换个说法 他变成一种特别酷 特别酷的 前三个字是什么 前三个字 我有神 我有什么值得你喜欢 不对 我有什么值得你喜欢 鱼小头 我有什么都对 鱼小头 我有四个字对了 我有什么好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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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鱼小头 好 好 很早就猜出来了 不是完全准气 对 他是你看他是那种 反问的那种口气 不知道怎么回答 好 那我换个问吧 有什么好喜欢的 刚才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出现了很多 惊心动魄的回答 最喜欢哪个 我最喜欢的 我有一点忘记了 我最喜欢那个 那个 你跟谁演 你跟尖叫鸡 你跟尖叫鸡 尖叫鸡 喜欢我 不是不是不是 你说你喜欢我什么 我说 是如何被你都摇摇 我 黑风来 黑风来 是我 那是你 那说很难道 刹心跟鸡 是你 这是你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段 请看 来 娜娜 来 你有什么可牛的 你曾经有什么可牛的 不对 来 前面是你曾经 对 你曾经只是个ismatよ 你曾经只是个ismatよ ismatよ 不对 好 来 你曾经驾照都没考过 你不知道吗 你曾经驾照都没考 不对 好 来 你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你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还有呢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也曾经不穿 也曾 来 小彤说得准确一点 你曾经什么呀 你曾经 你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穿越过人山人海的里面 穿越过人山人海的里面 回答正确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就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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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了 太快了 这个 对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演艺 来 请看 你曾经什么呀你 你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这个因为非常的经典 所以呢很快就答出来了 那么祝贺诗诗诗顺利队 好 也谢谢 佳佳哥 燕许佳只是站了站了一下 好 来 我们来商量一下 我们选哪个年符好吧 你们觉得哪个是 你觉得是这个是吗 薛姨感觉呢 这个是吧 好 队长你觉得呢 我不要我觉得 我要你觉得 喂 小明哥 你觉得是哪个小明哥 来吧 队长你贴吧 好不好 贴到哪个就是哪个好吧 可以可以 就第一个吧 好 好吧 嘿 好 接下来进入到下面的比较 好 好 提醒您商号看点 热歌来袭 流行唱法要着目 掌声欢迎周深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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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包含 要多包含 一个人挑 怒鱼是没有调的 爱乐路 好 小白灵满酒 快乐大本营 手机合作伙伴 听多多 听多多 百余红包人人领 实际现金抢不停 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 网易云音乐 上网易云音乐 创听学家热门流行歌曲 Vivo快乐大本营 下节更精彩 Vivo快乐大本营 现在继续 欢迎各位来到 有Vivo官名的快乐大本营 我们是快乐家族 Vivo S5系列五重超质感美颜 照亮你的美 接下来进入到 我们第二个环节的比拼 叫做所有生肖畅谈 我们要来盘点一下 过去一年非常热门的歌曲 那既然说到盘点呢 我们首先就听一下 我们的亲爱的嘉宾 带来的一个过去一年的 最新歌曲的串烧 来 请欣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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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我感到从彼此陌生 到时会是我们从没想过 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 天天看着你难过 满流的话却没有说 你会微笑放手 说好不哭让我走 那女孩对我说 说我是一个小偷 偷她的回忆 塞进我的脑海中 只是 听飞草将来的人正在路上 过去台风雨间 成途近日目不上 穿越人海 只为与你相拥 这晚大 千万别需用心作祟 真心话 这大碗幻灭也很贵 心别说话 不想给你机会 心别对 就算了吧 听我这首歌就洗洗水 走远欲输风筹 梦睡不消残酷 诗文卷恋人缺到海棠依旧 是否 知否 知否 影视里飞红烧 今天的初击 本时会说句 我心底竟无所有 刻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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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最好 狂欢的假期 使得别离碎 把天理尽情的遭遇 把你自由属于你 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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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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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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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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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 好 那么 在这样一个非常精彩的串烧之后 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 刚才演唱的朋友们 谢谢 接下来就要开始比拼了 我们总结了在过去一年 非常时尚的三种唱法 将会有不同的队伍来比拼 唱完了之后呢 将会由我们前排做的 非常可爱的我们的 麦爸团来进行投票 然后他们来选择 到底更支持哪一队 两轮比赛下来之后 分数更高的队伍 就可以拥有 挑选一个年幅的机会了 那么第一轮的演唱呢 将会是我们猪士顺利队 猪士顺利队 对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挑战的时尚唱法 是哪一种 请看短片 助年KTV时尚唱法榜单 第三名 东北嗨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一股强烈的 东北温一封席卷乐团 用它独特的地方魅力 赢得一票粉丝 东北开唱 是一种把传统的 东北乐园赋予现代流行曲风 完美融合的唱法 以东北说唱和东北摇滚为首 东北不亮 一边亮啊 再进坛养我 一阵音乐成为 乐坛极致阳气的代表 简直就是 2019 KTV包厢里的顶流 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 真希哦 现场的各位 今天你们要挑战的歌曲 是东北摇滚的宝藏乐队 二手玫瑰的命运 来 사我说 变连了 啊 啊 啊 小祖烙 啊 啊 啊 准备好了吗 走起来吧 来 掌声欢迎海涛 徐凯 准备好了 走起来 走起来 麻烦把我的声调得有点摇滚的感觉 我也是 老师给我点混响 你累多一点 我也是 我跟他一样 不要提这些要求跟你说 回头 效果要求了 唱功没达到怎么办 是 是这个意思 待会儿你们唱的过程当中会有惊喜 有 有没有注意到后面的帘子拉上了呢 假的 我知道一会儿有十八同仁 是不是 不是那种惊喜 记不记得有一次 那个有人在那唱歌 后来原唱就走出来那种 弄到我们都不敢唱了 我们请不到二手玫瑰了 很有可能 比如说出来一个 就比如说是娜杰 好吧 准备 我都知道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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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每天忙碌只为一顿饭 是否幻想里只有你过超短 是否爱人以爱成了一个半 是否白眼里 西洋洋的直冲烤眼 为何人让人去受罪 为何人让人去受罪 为何人为人去流泪 为何人与人作罪 为何人与人相随 来了来了 我说命运啊 老陆老师 我说命运啊 啊啊 生存啊 啊啊 我说命运啊 啊啊 啊啊 生存啊 啊啊 啊啊 哎呀我说命运啊 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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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啊 啊啊 哎呀我说 啊啊 我说命运啊 谢谢 掌声欢迎二手会员梁龙老师 二手好 哇好棒啊 你们刚才你们三 别着急啊 你们刚才三个真的 特别有一种就是 梁龙老师是这个商场请来的贵宾 你是商场的吉祥物 对啊 对 哎但是这个表演太精彩了 掌声给我们的梁龙老师 谢谢 梁老师好 又见了吴老师 对 那个梁老师著名的美妆博主 那你是这样 对 很喜欢你的视频 对 最近梁龙老师已经成为著名的这个中年美妆博主 对 说力条李佳琪是不是 嗯 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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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想到会现在去做一个美妆博主了呢 梁老师 这个今年年初我们那个团队的年轻人说 你得破圈 完了 我说这圈已经很多了 我还帮她 然后 她说不是 她说你得跟别的那个行业发生点关系 哎 其实我20年一直在化妆演出 是的 但是从来没想到因为讲化妆的事 还伤了点什么 你干了点事吧 对对对对对 被大家更加关注了 我这眼霜 眼影很有特别 非常特别 所以今天应该是大家看到那个梁老师最干净的一次 最肃颜的一次 最素颜的一次 你别说弄到我差点没人出来懂 是吧 好 谢谢梁龙刚才跟我们徐凯和那个海涛的表演 我们就盛情邀请梁龙老师加入我们诸诗顺利队好不好 好的 跟我们一起玩好吗 来你一起坐 好 那下面一种时尚唱法会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来 初年KTV时尚唱法第二名 气声 既然是气声 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唱歌师把气息运用到极致的唱法 你要练这个气息的控制 对 那感觉可以像是一个仙女从远处向你飘来 穿越红尘的悲欢惆怅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 他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 还是我说的老话 不思 yes 这种千万非心的唱法 成为了无数歌迷想唱而唱不了的高超技能 我太难了 现场的各位 你们要挑战的是今年当之无愧的上头单曲 忙中 挑战队伍 飞你莫属舞队 准备好唱出属于你的天类了吗 哇 这首歌确实很多朋友都很喜欢 而且很多朋友也非常喜欢模仿这个舞蹈 那么在我们飞你莫属队挑战之前呢 我们首先请出轩怡来帮我们小小跳一段鼓风舞的盲众好不好 今天这个打扮也很适合 来我们美美的轩怡就位了 好 为你推根 好看 谢谢轩怡 那接下来呢 我们飞你莫属队要派出谁来挑战 队长你知道你们是派谁吗 队长 队长 你的队力就好 哦 两位女生 对对对 我们我们对的两位仙女 好 好我们派出吴欣和孙怡来挑战这首芒动 很高 这个 很高很高 加油加油 高音是我的强项 欣欣你说完孙怡笑的呀 没有没有 我只是觉得我们的唱功刚刚配不上刚刚先一跳的那个舞 对 音响老师帮我那个魂响调他一点 你等我开始 都是同样的要求 那音响老师帮我话筒调小声音 没事 我们要有信念感 特别好 你们俩特别好 真的 好 来 准备 盲中 来喽 加油 加油 加油啊 加油 雨线活的枝丫 凋零下的无瑕 是手活迷你的代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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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来了 来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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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前投了过影中有 像似母样在向山望角 We don't want you 对不起 对不起 好多包含 来 掌声欢迎周深 大家好 我是周深 非常开心 显显来到关的大银 显显 你刚才用眼神看着星星的时候 其实是提示他们唱那个主歌 对不对 继续唱主歌 我是和声 你是和声 对不对 没有 那个彩排说 只负责呜就好了 但我突然间呜不进去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呜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呜 我觉得你跟孙怡其实前面一段 也基本上算是拿下来了 对 我第一句唱得还行 主要是第二句 那个星姐太跑了 我就有点抓不回来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是你先跑的 这样 这样 我让周深来说句公道话 你在后边听 你觉得是谁跑的 我先跑的 我先跑的 有有有有 你好nice啊 好nice啊 你唱歌也太好听了 没有 行 好好听 其实那个周深的嗓音很特别 那个许佳 你能不能用男生的声音 盲中唱两句好不好 第八度 没问题 来 一想到你我就 气声嘛 气声嘛 我怎么觉得你跟他在演双方 没有 没有听到佳佳的声音 你们要不要跟那个深深请教一下 如何快速地掌握这个气声的唱法 有啊 就是首先 先打个比方 就是如果是你讨厌的人 打你 你就 哎呀 对 但是如果是你喜欢的人打你 你就 我试试 欣欣 我试试 不是太高了 这是讨厌 太高了 他怎么 我升到那个低 对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没听够 我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到周深 就是自己在直播的时候 很随意地就挑战了 像那个左手指卷 左手指卷 好听到不行 今天呢 再给我们唱几句嘛 好不好 混响 老师混响给我大一点 他也要混响 你想老师帮我那个混响 调大一点 你都开始 老师深深地混响大一点 好不好 谢谢 好 这个你俩别走 你俩可以在旁边对嘴行 就好像是你们的声音的那种 好 好 三角 孙怡 孙怡 并不太想参与这个表演 没应该在前面 好 来 音乐 好 好 谢谢 好 好 谢谢 把时光 把时光 匆匆兑换成了年 三千世 如所不见 左手练 左手练 左手练着花 右手 五指尖 泪剑落下了一万年的恶雪 你组 左手练乔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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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才是在给我们俩和声吗 就上一趟了 我觉得我们调十个混响的面 好 我们欢迎深深加入到 这个非你莫属队 精彩 下面我们要请我们今天可爱的 麦爸团的朋友来投票了 如果喜欢刚才的东北嗨歌 举红色的这一面 如果喜欢欣欣和孙怡的芒种的话呢 举橘色的那一面好不好 来 做好准备 三 二 一 请选择 刚才是猪士顺利队 获得了六位朋友的支持 非你莫属队获得了七位朋友的支持 好 接下来呢 要挑战下一个时尚唱法是什么呢 好 请看 祝年KTV时尚唱法第一名 怒音 什么是怒音 这是一种让人听起来就觉得你很凶的唱法 像这样的野生怒音 我终于傲笑 用心凝望 我害怕 对手是我会回头 他看到我的路 好 还要这样的炸烈怒音 当然也有这样的 我相信他 猫 Antonio 打在�� 不好意思啊 这不是怒音 从专业角度说 怒音是一种介于众音咬字和毛状破音之间那种发声技巧 蛤 今天连队要挑战的是怒音排行榜的两首经典歌曲 一个人跳舞 和缘分一道桥 现场的各位 来感受一下来自怒音的魅力吧 接下来感受一下怒音的魅力吧 首先诸诗胜利队派出谢娜佟卓 挑战一个人跳 来准备两位加油 大航班 我唱吐了 我觉得这样的唱法在KTV 通常出现在半夜两点以后 是吧 而且他两个的那个兔还不太一样 娜娜那个兔里面是感觉有内容的 对 好 非常精彩 谢谢 谢谢 请休息 谢谢 好 非你莫属队要派出的是谁 来挑战怒音的这首缘分一道桥呢 队长 你来一下吧 好不好 再加上我们小猴子洪明浩 我们先热个身吧 赛前烧胎 3 2 1 来吧 一月走 一月走 填尖 对 盖上一道桥 精力飘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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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 旧级里马出道 还隐蔽都小 但爱恨不得潦草 我们上上手 你从事无愧中你却重要 只愿奔向一道桥 不是丑严草 别感到你我现在的 梦回长生涯 有一些问题 来点评一下唱法的问题 这怒音啊 所谓怒音 你在愤怒的时候你是没有调的 他们两个在愤怒的时候 还在 音准上 音准上是不对的 是不对的 你什么 他爷说他没调吗 他有调 但是他得 我唱快乐不夹 对 快乐不夹 快乐不夹 佳哥 佳哥 你觉得有什么歌是可以适合 那个你的童年 我的童年 不对不对 我就不是 我就我的两个就不对 你的童年 我的童年 你怒吗 你想到你我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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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想到你我就吐了 小童还有什么歌是可以怒的吗 小童 两只老虎 啊 比如说 两 两只老虎 不对 又不对是吧 快 应该是放在老上面 老虎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哈哈哈哈 太快了这个 好 谢谢 谢谢 来 喝点水 喝点水 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这个要掌握科学的唱法 像刚才他们那个是综艺的效果 很配嗓子 对不对 对嗓子不太好 好 下面我们要请我们亲爱的麦爸团 来投票了 喜欢刚才的一个人跳舞呢 举红色 喜欢刚才的缘分一道桥呢 是橘色好不好 好 来 准备 请投票 菲尼莫属队拿到了5票 好 那朱氏顺利队拿到了8票 为什么是我们的怒音 都不够怒吗 别说话了 可能观众们比较喜欢 那种突然的怒法 对不对 好 最后呢 在这一轮获胜的又是 朱氏顺利队 可以继续选一个黏符 这三个里面只有一个是真的黏符 我们已经选了这个了 我们这一轮听梁龙老师的好不好 三选一是吗 对 OK 嗯 没什么压力吧 没压力 OK 没压力 因为下一个 好 好 跟我们刚才的选择是一样的 马上进入到我们下面的最后一个比拼 给你实锤 对 听多多半个红包人人领 实义现金抢不挺 听多多提醒您稍后半点 选自觉是否直锤 找到你觉得是正确的 登到一墙上面 让他一个都挡不住 不可能 他念抽吗 哇 太重高了 好像被扑了 哇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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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下台 垂着不是保护你自己 祝贺红队不就出口 快乐大本营手机合作伙伴 拼多多拼多多 百佣红包人人领 实义现金抢不挺 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 网易与音乐 上网易与音乐 唱出学下热门流行歌曲 Vivo 快乐大本营 下节更好 精彩 Vivo 快乐大本营 现在继续 欢迎各位来到由Vivo冠名的 快乐大本营 我们是 快乐家族 Vivo S5 系列 五重超质感美颜 照亮你的美 是的 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 拼多多 百佣红包人人领 十亿现金抢不挺 感谢官方合作伙伴 网易与音乐 上网易与音乐 唱听时下热门流行歌曲 马上就要过年了 我想呢我们在春节期间 是不是都要拍那个全家福 对不对 是 像这个是不是 是 那我们也拍一个吧 今年的第一张这个团圆照 好 我们要用Vivo来拍一张 麦娜美不美 美 真的把我拍得很美 别担心 Vivo S5 你还不相信吗 它拥有前至3200万的像素 五重超质感美颜 不够小心 吹到 吹到 太过小心 吹 吹 吹 大部分问题要吹到 吹到 长度我也要吹到 吹到 不认用和心 在那上跟你是吹风 吹 吹 我吹 在这环节吹到 吹到 随时随意吹到 不够小心吹到 吹到 太过小心吹 吹 大部分问题要吹到 吹到 长度我也要吹到 吹到 吹到 不认用和心 在那上跟你是吹风 谢谢欢迎各位来到快乐大饼 和拼多多为您联合打造的 全新板块给你石锤 好 好 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拼多多 百元红包人人领 十亿现金抢不停 好 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 给你石锤全新的玩法 我们这个环节呢 会把锤啊 玩出很多的花样 而今天有趣的是 我们是是否之锤 是否之锤 游戏规则 每楼每队派出四人答题 一人防守 答题开始后 负责答题的队员 去判断每一个是否提的答案 是是还是否 在规定时间内 答题队员 去在上下浮动的答案箱下 抢到尽量多的答案锤 并扔向答案墙 而防守队员 则去根据自己判断 挡出所有正确答案 最终留在墙上的锤子 将作为最终成绩 正确得十分 错误则扣十分 这可是体力与脑力双考验 大家要加油 第一轮答题的蓝队的是 娜娜 轩怡 徐凯和梁龙 防守的是周正南 娜娜 你组织一下 大家待会是什么策略 我们的策略就是 他俩来取锤子 我俩来扔锤子 最终极的策略就是 让他一个都挡不住 不可能 加油 楠楠 你穿上背带裤 我也能认出你 就是那只老鼠 这真是猫鼠之战 来 请看 这道题的题目是什么 请看 请听以下对话 吴轩怡说 爱爱爱不爱吃苹果 谢娜说 爱 徐凯说 爱爱不爱 反正我爱 请问 爱爱到底爱不爱吃苹果 好 题目就是 到底爱不爱吃苹果 预备 计时开始 那给一起 让 原军出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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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斤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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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来公布答案 但是 爱爱爱吃苹果 正确的锤子应该是白锤 我们来数一下 白锤有两个 黑锤有两个 他们忙活了半天等于一分没倒 一分没倒 忙了半天零分 你前面要不挡就好了 全是黑锤 我太难了 我必须要问一下南南 你其实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对吗 是这样就这个题呢 我也听了半天没听懂 我就觉得就一个都不中就OK了 就零分就好了 祝贺红队经过一方防守之后 让蓝队没有一分进账 现在红队答几个是红队 博明浩 吴欣 孙怡 周盛 蓝队防守 余晓彤 好 来 商量一下战术 商量一下战术 这个都不用了 这个不用了是吧 好 他说他们一起扔 你不可能拦住四个人的唇 就是不要这样是四个人一起 一二三一起对吧 来准备 请清提 小明最近工作压力很大 经常加班到深夜 晚上也睡不着 还要买买买 朋友们都叫他蒲公英男孩 请问 这是在说小明花钱如流水吗 不是 不是 30秒 计时 开始 是 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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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都太明显了 答案好像是否 好 时间到 红队特别厉害 他们经过一番努力 在于晓彤的非常非常奋力的遮挡下 还是打中了九个 那么蒲公英男孩是什么意思呢 蒲公英男孩指的是 脱发 秃头 发际线 以及是当代年轻人的几大优戏年 蒲公英男孩指的是 洗发掉发 梳头掉发 吹头掉发的年轻人们 他们的头发在床上 在地上 在梳子上 但是就是不在他们的头上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否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一组 这个答案是听了谁的 孙怡怡的是不是 她那个花钱如流水 跟她没有头发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 就是蒲公英男孩指的是 她加班压力很大 掉头发 这个买买买就是花钱如流水 是个干扰项 然后你非常准确地 接到了干扰上 我是觉得花钱如流水 不是就把钱花光了吗 对 然后蒲公英不就一吹就光了吗 那个叫月光男孩 其实我们两个还是非常确定 我们是正确答案 对 但我们真的够不着 好 现在祝贺红队负90分 接下来蓝队答题的是 徐凯 余晓彤 梁龙和我 彤队防守的是申申 加油 加油哥 你们站着都能拿到 你们这四个人不是欺负周深吗 老师们 你们看一下 这公平吗 先生 公平 公平 有我呢 好了 来吧 请听题 徐凯参加赛跑 超过了第二名 请问徐凯是第一名吗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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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 开始 太可怕了 太吓人了 第一次看到了 第一次看到了 往下面凸了 每个人 它bin 有 超过了 十分 超过了 没有 你看是 周深猴死他 这是吴苗的 加油 没斧子了 我的天啊 我只能说这一轮太狠了 我们把这个否拽成了蒲公英男孩 好吓人 一堵绿墙变黑墙 他们还说这个环节主持人不用干什么 这一轮数这个主题要数很久 好了 首先我们来公布答案 答案是 不是 因为他是第二名 懂了吗 所以是不是 分了 所以这上面都是他们要加分的 这好像蒲公英男孩脱着头发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二十六 加这个二十七 二百七十分 加油 我们现在才领先你的三百六十分 来 第二轮是我们红队答题 参赛者有 周震南 侯明浩 老天体嘉 周深 蓝队防守的是 梁龙 你们要商量一下战术吗 我们的战术就是 重在参与 毕竟落后人家三百六十分 一年有三百六十分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分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分 一年有三百六十分 我们就落后了三百六十分了 朋友们 落后人家整整一年啊 好了 来 请听题 五级时代已经到来 但周震南 却还一直停留在两级时代 一天 周震南的好朋友余晓彤 实在看不过去了 他送给了周震南一部 五级手机 周震南此时惊呆了 他追问 五级是什么时候有的 余晓彤耐心地告诉他 小傻瓜 二零一九年 五级已经正式商用了 现在已经覆盖 超过五十座城市了 请问 余晓彤的这句话 是对的吗 周震南 我不知道 预备预备 开始 难了 我太难了 可不可以 我太难了 挡挡挡挡 尽量都挡 不管他 龙哥 龙哥 我刚才去拨挡挡 白桔有啥用啊 啊 挡挡锤子不是保护你自己 对 完了 用力用力 快快快 好了 我们来公布答案 余晓彤对周政兰说的这番话 是对的 我们来看看 一共14把锤子获得140分 恭喜你们现在距离我们还差220 好 马上进行到第三轮 这一轮要答题的是海涛 徐凯 轩怡 梁龙 同队防守的是佳哥 请听题 梁龙买了两个沙漏 一个可以漏11分钟 另一个可以漏7分钟 请问梁龙能用这两个沙漏 计时15分钟吗 预备备 开始 有第二个沙漏 怎么演出树 好 洞 coat 好 洞 好 洞 好 洞 一 爱心 好 anç 怠ோ 头都这样 好 佳哥 佳哥 这轮开始之前 你一直看我说你有战术 你战术是啥呀 战术就是挡住自己的绿眼 我好想逃 却逃不掉 这一堵大白翔 好 蓝队目前呢 是领先220分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经过这一排之后呢 每一排是五个 一共五排 来 请公布答案 答案就是 回答正确 先把11分钟的沙漏 和7分钟的沙漏 同时倒立 当7分钟的漏完 11分钟的沙漏 只剩下4分钟 此时开始计时 等4分钟漏完 再将11分钟的沙漏 倒立计时 就可得出15分钟 我念完都没懂 我也没大感动 现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也就是说蓝队这些锤呢 是可以计分的 那么这是多少分 250 把这个分数送给对方队友 现在我们领先470分 快要加入他们呀 加入呀 不一定不一定 朋友们不一定啊 因为现在呢 红队还有机会 孙怡 周震南 燕许佳 周深起上场 蓝队防守的是我 请看大屏幕 燕许佳是个喜欢听歌的男孩 周深对此表示同意 他说 尤其是那些歌词 找不到规律的歌 特别有意思 那么请听这首歌曲 请问 接下来的歌词 是四世刚好遇见你吗 预预备备备 开始 恰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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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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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好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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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负多少分来着 470 我抓了半天 她说好像不是刚好 是恰好 这一轮是谁做的主我们 所以 来 我们先听一下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你是隐而不停 而是学游戏 四世青春不语 四世碰巧遇见你 四世碰巧遇见你 你猜对了吗 答案是四世碰 就像是失去成精 我感觉不到福气 我感觉不到福气 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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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四世碰巧遇见你 所以我们答错了 你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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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加分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我还好吗 你还好吗 所以我们负120分 这一轮玩完以后又负了120分 我建议我们不要参赛 可能还能赢 玩多错多 最后一轮 杜海涛 余晓彤 红卓 吴轩宇请上场 红队防守侯明浩 如果一个没有上强 能不能算我们直接赢 如果一个没有上强 直接加100分 好 100也不够 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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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加1000分 没有 没有这回事 好 来 准备 各位请注意 这一题要比一个速度 题出完之后 我会立刻开始计时 只有30秒 来 注意 请听题 请看这个字 他念周 请看这个字 他念愁 请看这个字 他也念愁 那么请看这个字 请问他念愁吗 开始 CT的白色 做熬黑让个白色 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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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啊小猴子 好 来 时间到 要宣复一下答案 答案是 前面的扔白的全部是错的 这个四是风流倜傥的T 所以他不念丑 所以黑色的锤能计分 白色的锤要倒扣分 早上我不防了早上一开始 你们这一轮又积110分 又再加110分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红队翻盘的机会来了 这一题 他们能不能答对600多分呢 下面 请红队的队员上场 答题队员是 维嘉 楠楠 监许佳 孙怡 蓝队防守 徐凯 别听孙怡的答案 红队发出了怒吼 你们的怒吼是 别听孙怡的 孙怡姐先做一个答案 然后我们选反的那个就行了 那万一这次对了呢 孙怡姐 你就照常发挥 你照常发挥 然后我们选那个反的就行了 来 准备 请看题 当女子旁加上猪 她念书 当女子旁加上少 她念妙 当女子旁加上未 她念妹 那么 请看这个字 请问 她念拙吗 看下 先揉一皮 先揉一皮 你别贪图 反应好快 难难 你跑到这来扔算几个意思 好 何老师 他们还有一个是从这儿扔过去的 算了 毕竟他们差我们600多分 好吧 别太严格 首先 他们几乎全部是做了不是的回答 这个回答 是对的 因为女字堂加一个勺是没硕之言的硕 那么恭喜 他们答对了15个锤子 150分 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答对吗 为什么呢 因为孙怡没有参与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宣布最后的比分 红队得到了80分的高分 蓝队低分630分 祝贺朱氏顺利队 虽败有荣 好 也就是说最后一个年符也由朱氏顺利队来获得 这样好不好 非你莫属队 非你莫属 给你们一个机会 给我们 因为属在我们这边 就是这样 三个年符 你们猜哪个是真的 如果你们一次能猜对 就算我们平了 好 好 只要孙怡不属 所以就让孙怡说 先排除一个 先排除一个 对 姐 依您看呢 姐 你觉得哪个 你觉得哪个最有可能 你觉得 千万别紧张 我觉得不是中间那个 不是中间那个 那我们就这个 就是这个 不是 是这个 这两个 那肯定是这个 经过孙怡的确认 大家认为 就一定是这个 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这个呢 如果是这个的话 就算今天接到欢喜 看会不会发光 来 准备 三 二 一 哇 孙怡 孙怡以后 有什么事都问问你 对啊 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朱年顺利地把年符交接给了鼠年 在这里也祝我们所有电视机前快乐大笔音的朋友 包括我们现场的网友们 鼠年 大吉大利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那么本期的快乐大饼和芒果VGG呢 会以大家的名义呢 为甘肃省定西市隆溪县和平乡墨家山小学 建立一间崭新的图书室 本期呢 我们需要的图书数量是1125册 那么除了节目当中保底捐赠的1000册之外呢 其他图书我们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为墨家山小学的孩子们加油助力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8块钱就可以为孩子们添一本新书了 如果您想跟我们一起去到我们的快乐图书室 参加我们的公益活动 可以下载快乐粉丝会APP来报名参加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为全民阅读助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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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ب 咱们到海上去旅游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热色旅行团相聚嗨唱车厢 天啊 要要要要 感谢湖南卫视让我有这个机会登台 他长得一副会唱歌的样子 国际化命名的旅游美食 三二一走 谁能抢到点餐权 精选西班牙橄榄油 杂质鞋味法棍 情商大考验 来自亲戚的连环拷问 你怎么没有小时候 长得好看 他说他来长沙工作 我说他住你这不就行了吗 你很小的时候 我还抱过你 记得吗 教你来应对 二叔 我住在上海 因为我长得越来越随你了 你再抱抱我 我就想起来了 给你实锤 游戏升级 抱歉精诞 饮好运连连 超过了20点 直接说 徐峥的儿子 是我儿子的父亲 我与徐峥的关系 是什么 回答正确 他们的智商 与好运并存 那个二 回答正确 我们不是蒙对的 哎呀 请抱金蛋 给自己还是给对方 拷过了20点 直接输 抓个十一 直接干 直接爆掉 准备 来 大年初二晚7点30 万水千山总是晴 过年旅游 我看行 万水千山后 大年初三同一时间 各路大哥前来给大家拜年了 杨阳 艾伦 周正廷 成龙 哇这个扮得好笑 哈哈哈哈哈哈 我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不要抱怨 抱我 抱我 哇 杨阳哥们的伸手 你可别眨眼 我想慢慢的折磨他 以为我 哇 俏俏人家就平衡 哈哈哈 我的图 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精彩的方式输 哈哈哈 杨阳和正廷两位请上场 杨阳 杨阳一三一样 十六根丁 六根丁 只要站在台阶上 八号 人掉下去 这一过之后输一分 他们智力体力 还否双赞线 八杨太太 地心 找一只手机 很遗憾 错了 哇 这种图片 多是雕章 我只想起来的小摩托 错错错了 我敌对我这队放弃 请砸出来 来 找一会 等一下等一下 在哪里 等一下 不求啊 那以上就是我们Vivo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本营全部内容 Vivo S5系列五重超质感美颜 照亮你的美 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 不快乐的话更要看快乐大本营 鼠年也要祝大家注视顺利 祝大家天天开心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 这就是十二个生肖 自熟丑牛烟虎猫猫 陈龙四舍 无霸未扬 身后又继续 过海珠 这就是十二个生肖 是你的还是他的 是世界的 是地球的 一个人能够活到一百岁 已经算久了 还有什么好争了 做一个好学生了 不要烦恼 不要失望 咱们来唱个歌呀 如果说真有时而真不踪 加以不如华丽 心情随心每个品种 like oh 鼠牛糊涂 龙什么样